大家好,又回到我们芒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又我来自澳洲的真必师,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亦都有来自马来西亚的大马sir 在节目开始之前 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芒向正向晒冷气 点赞分享和订阅 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今次我们就讲一讲乌克兰 其实乌克兰当然了,很多东西他都要的 之前在北若峰湖立陶苑的外长南斯贝吉斯 就说澳洲可不可以帮忙 你知道有些人如果他说话不负责任的话 他说我发到个望,怎样怎样 南斯贝吉斯他就不是发到个望 他说如果这样就真的好了 是什么事呢,原来呢 就说澳洲如果肯向 乌克兰提供 几十架已经退役的F18战机 那就好了 当时澳洲没有正面回应 没有正面回应,不要紧 姬爷亲自出马 原来呢 乌克兰就 向澳洲询问过 他6月份的询问了 你们那些 听闻你们有几十架退役了的F18战机 那些状态好不好呀 你这样问就知道 他知道退役了,状态好不好呀 已经是暗示 可不可以给我呀 状态好给我呀 只有他就说 我们想加强空中的对俄能力 其实呢 澳洲国防部长昨天 因为呢 这个提议这么模糊 这个好提议,很模糊 其实他就 为什么不直接问呢 这么模糊,不像他呀 是不是因为远呢 或者没有什么交情 这个真的挺远的 但是 很奇怪,我们塔斯密尼亚都有乌克兰同乡会 也挺大 这样还可以呀 是的 为什么呢,因为前苏联瓦解时 就走了一批乌纳行人 都多了 我觉得塔斯密尼亚这么小的地方 有这么大的墙,弄到同乡会算多 我以前 当然不是塔斯密尼亚,我以前读博士 在昆士兰州读 我都说过 我搞这个 这个是 Air pollution control那个 老师,其实他来自前苏联,就是乌克兰人 也是一个很典型的东欧人的名字 叫埃哥尔 那说回 面对这个那么模糊 的提问 那么模糊啊 这个提议 那么模糊啊 原来呢 澳洲政府也很模糊 哈哈哈 那就是由换乌 变到换乌 因为很迟缓地 是 回答乌克兰的,因为他6月份现在才回答的 那么 他就说,哇,基辅这个提议 嗯 其实呢,这个问题很复杂 那么虚的回答 是啊 实知虚知 虚知实知 哈哈哈 另外呢,原来 澳洲在立陶苑举行的北大西洋 公约组织峰会 其实已经是同意了对乌克兰的军援 那会承诺 是 给 大概30架 巨蝠蛇 轮营装甲 混兵车 大概6700万美金 不过 基辅呢 后来呢 他就是问 其实为什么不直接 问 可不可以给我呢 问个状态 很奇怪啊 基辅呢 除了6月份之外呢 又是在 立陶苑呢 问我们的防长就说 你们有几十架退役的 F-18战机啊 状态是怎样啊 如果呢 他就说如果我们可以有F-18呢 那我们呢 就有 大幅 升级对抗俄罗斯空军的能力了 他又不说直接我要 他说如果 不过说真的你不用问 不用说我要我都知道你想说什么 是 这个不可以画公仔画出场 是 是 说得比较远转一点 希望你聪明一点 是 当然了 我们的 国防部长兼副总理马亦斯 他就说 关于提供 军机的对话呢 依然是进行着的 但是 比其他形式的军援呢 困难得多 你知道 其他的飞机呢 其实其他盟友呢 美国都没给的嘛 是吧 美国都没给的 澳洲够胆怎么办呢 他回了国之后就说给澳大利亚港报公司听 我们官媒 应该这么说是公家媒体 飞机 问题很复杂的 和飞机有关的 一些情况 更加复杂 但是我们澳洲 会继续 和乌克兰进行对话 我们给的 我们做的 都是 港球务实 之后可能有改变的 乌克兰 乌克兰 乌克兰这个词语 对乌方来说也是 乌克兰 乌克兰驻澳洲 大使 米罗什利琴科 6月份就说 总理先生和我们总理说 我们 知道你们有退役的 F18 其实有兴趣 简单 乌克兰 其实他也承认 已经请求 他不是说拿 他说 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讯息 我们要一些资讯 乌克兰 是关注 战机的能力 包括F18 当然 现在 难听说的 很迟才 缓乌 很缓慢地回答 也是聪明的 因为他也看 北约峰会有没有大佬要给 没有的话 我们也不给了 现在他说很复杂 复杂又可以是 无限解读的 如果他说OK的话就给了 另外 原来 原来 11个国家的 联盟就在训练 乌克兰 F16的飞行员 令到他们可以握F16 但是就未知什么时候给F16 原来 有 北约的官员 就说 由11个国家组成的联盟 将从8月起 在丹麦开始 训练乌克兰的飞行员 令到他们懂得握F16 但是他说 你懂得握F16的机器有什么办法 并且呢 相反亦然 有 会握的 有战机 有会握的冒战机 还有 冒战机给你握F16 你也搞不定 是的所以 也是困难的 也是困难的 原来 这个 训练中心还要建议 在乌克兰的鲁克罗马尼亚 这个欧盟国家和白约国家 原来 以 丹麦和荷兰为首的国际联盟 现在努力地培训 那些飞行员 台湾的飞官 不是官非是飞官 和支援人员 维修飞机 最终 能够在乌克兰 和俄罗斯战争当中 向乌国提供F16 丹麦的代理国防部长 保尔森 他在签约仪式上 就说 希望我们可以明年 你记住 是明年年初才看到 成果 即是今年都没用到 不过他们之前都说了 F16 是没那么快用到的 到目前为止 为什么澳洲也要停一停呢 因为 还未有国家承诺向乌克兰 交付F16 所以澳洲怎会给F18 虽然 波兰和斯洛伐克 已经提供27架美格29这些旧东西 是来 帮助乌克兰的 基队 增加阵容 对 俄罗斯 部队发动的 一次一次空中攻势 扎列斯基说过多次 多次呼吁西方国家提供 是战机 和训练乌克兰的飞行员 才可以成功对抗俄军的空中优势 乌克兰的防部长列斯尼科夫 其实也说过 我们必须保护平民 基建和重要物资 学校 这个就是为什么 战机联盟 的启动对我来说相当重要 战机联盟 已经这么夸张了 只是训练了 当然你都可以说 如果他真的给你 你立即叫做 上马 也对 至于有机没有人渣 其实机有很多人不肯给 这就是现实 机有很多人不肯给 到最后我都相信 是会 但是 会不会是 真是 我打算他应该是等到 他觉得战争有胜算才给 一窩过禁 这样 这个行不行 战争有胜算这个定义 你要定义了先 你现在没有 即是我这样想 你没有 我怎么会有胜算 是 你要有胜算才给我 这是互相矛盾的 你给我我就有胜算 你有胜算我就给你 是的 等于 之前 这个乌克兰 当然他真的表现得很頑强 他的乌军是事实上的 你是守 守肚方面 守城方面 很厉害 现在要你反攻 他可以说不够 不够 又回到刚才的永恒的矛盾 你给我我就有实力去反攻 有胜算我就给你了 对 这个是事实 这是现实 来的 当然我们看回 这次 北约峰会 G7 亦有在北约峰会发表联合宣言 联合宣言亦说要确保乌克兰的长期安全 其实G7领袖在联合宣言当中 亦提及与乌克兰合作 包括对乌克兰 双边长期安全承诺和安排 为了达到三大目标 其实包括确保可持续的力量 得以 可以保护乌克兰 并且阻止俄斯未来的 出兵 加强乌克兰经济稳定和银性 为乌克兰因为战争而产生的 迫切需求提供技术和财 其实技术 支援 这个是 叫做次位一帝 最重要是财政支援 有财政支援才有技术 并且令到乌克兰能够 继续实施有效的改革议程 拜登亦说 G7联合的公布 亦将会确保乌克兰的支持 持续一段很长时间 多长呢?他没有说的 亦说 我们不会等到乌克兰加日北约的进程结束 才确保他的场景安全 但是亦有人说 你这样 保护了我长期安全是否不让我加北约 这个也挺好笑 这个也问得好 是的 很尖锐的问题 没错 所以 你怎样回答呢 他又不是不会问的 之前说 你这些所谓长期承诺 是否可以弃了我 不让我加北约 我摆明是想弃你 起码要弃到战争完 对吗 真心说 另外有一件事是没有弃的 就是我们说的很有争议 集图弹 这个乌克兰陆军指挥官 接受CNN訪問时 就说我们刚刚收到美国这些价层 还没用 但是 他们就说 可以从根本上改变战场的局面 这句话我认为值得想确的 是否根本呢 习初来说是 会不会真是根本呢 看看你教成如何 你好似承诺过 不会用在 俄国领土的 是 但是 有报告就是 俄罗斯之前在乌克兰领土都有用 其实 你只是跟他 难听说你是跟他打平了 因为他有你也有 是吗 他们这位指挥官也说 乌克兰部队 不会在人口囚蜜的 区域部署这种东西 其实缅甸也有 缅甸要除了这些东西 要一百年时间 你有没有看那个 联合国报告 都挺大事的 五角 大楼的一位高官就跟路透社说 乌克兰已经拿到我们的工具 美国上个星期就说 会将这些东西 是 快点运到乌克兰 不过这种东西 对平民也都是 有 长期构成风险的 CNN 也都是 有 播出 和美国国防部长 奥斯丁的访问 就被问到 奥战争结束后 是不是 乌克兰会 加入北约 奥斯丁告诉 CNN 肯定的事 但是他问到结束后 这个是一个前提 什么时候结束呢 然后 何为 结束呢 没错 这个也是 当然 奥斯丁也说 我们现在在做那项工作 同时 在 乌克兰打这场仗的时候 我们一直会帮他们 拜登也说 之前也说过 乌克兰有朝日都会加入北约 但现在不是时候 因为 乌克兰仍然跟 俄罗斯交战 北约不可能 被乌克兰 现在加入 当然 这句话 也惹怒了 扎尼斯基下 扎尼斯基有 发烂炸之下 也惹怒了 是西方的官员 现在 你说价钱够不够呢 应该就 他们永远都不够 除非是赢了 除非是赢了 但是赢的定义 我们经常说 克里米亚如果叫赢 要拿回克里米亚才叫赢 这场战争就应该很久了 不过 拜登他突然之间就说 应该不会很久 早前你就说会很久 究竟 这些战略都没什么问题 其实 是没有人猜到的 说句老实话 是没有人猜到的 但是我觉得是僵持时间 应该是比较久 因为大家都 想对大家看 大家都不倒下 最后最惨的就是 乌克兰的民众 最重要 和平 说真的 现在的时势 和平两个字 也是不善 容易得到 你看现在 还有一个地方 已经很多人没有说 就是 赫土木 真的很久没有说 其实这几天也有很多事情 平民都很惨 奈何 只可以这么说 这些国家 实际上人说 跟乌克人眼球差得远 难道 如果公道地说 难道他们的 分明 苏丹 苏丹人的命也是命 是吧 所以现在 吓土木 其实也是大事 好像讲讲讲也没有说 但是 因为我有看中东的英文媒体 其实 不是那么好 当然 现在北约就强调 这么多对乌克兰的 支持 俄罗斯前总统 也是前总理 阿富哥 霍德韦杰夫 你知道他 很勇的 出来说的时候 他已经发出了警告 我们俄罗斯现在和北约 已经处于战争的边缘 当然 现在 立陶宛的北约峰会 几个月前大家有很多期待 又说到 乌克兰进入 瑞典进入 乌克兰我从来都不觉得有机会进入 瑞典 未发生那宗BBQ事件 之前也有些机会 现在不是10月份之后 这个不是我说的 我可以多安说的 10月份之后 等多三个月看看 不是怎样 别人放暑假 好像 那个人近期都会再BBQ 又要搞多了 那不知怎样 你自己在看他 原来北约的 成国领导人 当然大家都说 给多点 成员国也重申了未来多年 都会向乌克兰提供 军事支持的承诺 但是俄罗斯 前总统 兼 前总理他两个都做过 阿夫哥梅德韦杰夫 他说 我们现在已经和 北约处于战争边缘 之后下一步会怎样 他又没有说 但是我看到有个人很温情 你知 这个 是立陶宛的方包千人 老塞达呢 我抱着扎尔斯基 是啊 两个人很温情 老塞达很高的 一米九几 很高的 在西人来说 所以抱着 好像一对小情人 抱着 他们当然说是绝对的支持 有训练 还有很多的承诺 我相信 都是会做的 但是 之后会走速就没人知道 因为 很多时候 他 你知道明年有几个大选 美国英国 还有波兰 是吧 这些都是 挺污的国家 如果某个国家 尤其是美国 美国其实他最害怕的 其他都没那么害怕 因为我相信就算英国是工党上台 都会继续支援 我都相信 美国呢 美国很难说 共和党很难说 你占的重要部分很多 是的 因为他是连衣效应 如果你不肯 每个都不肯 你大哥来的 大哥都出那么少 没理由要我出多的 最怕 如果特朗普来还退群 搞笑 真的可以 即时结束 48小时还是24小时 即时可以结束 他真的说过 很厉害的 他是原话来的 不是开玩笑 反正 现在他真是 求神拜佛 希望 民主党可以连任 因为两个 最有声势的 德桑蒂斯 就是台湾的 迪尚提 和这个 特朗普都说过 我们要考虑是否会继续 编乎的 尤其特朗普更加说 很快就搞定了 所以其实他们最怕是美国大选 我相信 会不会是 那么久呢 会打到那么久呢 这个应该是问题 好 那么今次节目时间来到这里 多谢各位 再见 再见 稍等 再不经许 ok